一个故事一不同话,欢迎收看童话故事会 提到恐龙,相信大家都和小编一样会觉得十分的惊恐 毕竟这是个吃人不赌骨头的巨型动物 如果有一天恐龙想要和人类做朋友 又会发生什么样有趣的故事呢? 美丽的小岛上生活着一只小恐龙 它每天都生活得十分惬意 晒晒太阳,放放羊 突然有一天,它发现从海面上开来了一艘船只 哦,那是人类的船 可爱的小恐龙想要和人类做朋友 可是当它端着自己烘焙好的饼干来到人类的船上时 却发现人类根本就不欢迎它 甚至直接把它轰了出去 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当然不会知道 在人类的世界里,恐龙光是听起来就十分害人呢 小恐龙更没想到的是 从此以后,人类竟然接二连三地派出自己的士兵来骚扰它 他们试图把恐龙赶出这边岛屿 小恐龙并不想伤害人类的性命 可是对于人类接二连三地骚扰 它也是快要崩溃了 有谁能容忍自己的家里经常进来陌生人捣乱呢 就在小恐龙忍无可忍的时候 一只飞龙来到了这片岛屿 而且直接一口火烧掉了人类的船只 飞龙的竞机对于人类来说简直是尽死毁灭的伤害 终于有人出来替自己好好收拾这些可恶的家伙了 小恐龙本来准备好好的看这场戏 可是当他看到人类可怜巴巴的样子时 忍不住动了侧影之心 当人类快要被飞龙赶进杀绝时 小恐龙再次来到了船里 他使出自己的浑身解数 涌动飞龙 最终成功把飞龙赶了出去 人类也放下了对小恐龙的偏见 将自己最美味的食物交到了小恐龙的手上 我想以后他们会是这次岛屿上最好的邻居 即使他们是不同的种族 可是他们却有过命的交情 很多时候无论是看动物还是看人 我们都需要抛开表面去看本质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 关注留言并加转发哦